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舆论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热素不干嘛 王一博何须邀功 他的热度跟实力足够配得起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 UNIT王一博的带货实力有目共睹 联想战报专门提到了明星单品 王一博特别款 且联想小心派的是安卓平板电脑单品销量冠军 王一博代言联想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为何今年特别提及呢 这个源于今年联想有个专属特定款 主推的爆款是为代言人特定款 同时呢 联想新光业见面会 王一博通过直播的方式 跟大众见面 开启了特定款的出售 同时呢 这场发布会带来的争议性也不小 因为主持人提问王一博平时用什么电子产品 王一博如实回答 因为提及到了竞品 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 什么品牌方当场黑脸 什么大型翻车现场 什么文化程度堪忧 等等问题的出现 结果换来了的是 王一博的特定款卖爆了的节奏 粉丝对于王一博的宠溺 让多少人酸到了家 认为他的粉丝是一群疯狂的人 总是给予各种的嘲讽 但是貌似越是这样 粉丝对王一博的互独自的心态更加浓烈 这也是为何王一博的带货实力 从来都是货真价实的有保障 品牌方更是维护代言人 放出了战报 表达了态度 这就是格局 好多人看到这份成绩单后 貌似也就掩齐息鼓了 源于品牌方的鼎力支持 成绩单实在过于亮眼 但是依旧有人愤慨 认为这是故意营销的一种手段 借助王一博的口误 借机营销 从而挑拨粉丝同路人的争议 实现产品的关注度 认为这份成绩的出现 是王一博过度邀功了 实际上不过是人家品牌炒热度 带营销的策略 听到这个说辞后 着实有点可笑 首选王一博没必要邀功 当初说出竞品的时候 你们嘲讽他 说他翻车 借此机会各种胡编乱造 借题发挥 结果销量如此高 品牌甚至单独放出明星款销量成绩后 你们就话风转变 说王一博邀功 试问 王一博何需邀功 他的热度从来不低 因为喜欢的人太多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他的代言跟商务价值 都是品质的保障 凡是王一博上升过的 用过的产品 都出现抢购一空的盛况 这次的同款更是上架后秒受空的节奏 证明了一点 王一博的带货实力 跟大众的支持密不可分 还有最近网络上铺天盖地 都在学习王一博的开场舞 更是带火了整个街舞学习的热潮 特别是翻跳视频的火爆程度 再度印证了王一博的影响力 跟破圈的实力 结果换来的结果 就是王一博邀功 如果不是王一博跳 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多人 跟着翻跳吧 这么多舞蹈 这么多类似的舞蹈作品 为何单独是王一博的这段舞蹈 被大众疯狂翻跳 这能说 王一博足够具有热度跟流量的关注 他的这段舞蹈足够跳得好看 具有感染力 才能达到如今的效果 对此 各位如何看待 留言讨论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